您好 欢迎收看1月19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今天是119消防节 无论是在发生火灾或是有紧急状况 危急生命的时候 都能够拨打119 以消防人力来看 全台湾有将近1万7千名的消防员 还有4万6千多名都是一消队员 平均在台湾是一位消防弟兄 服务1355位民众 而这些消防员平时勤勿繁忙 也不忘向民众做防火宣导 在高雄就有上百名的消防员 前往慈激进司堂 分享了防灾知识 还参访了各式的场馆 与志工交流 急难救助经验 环保防灾密不可分 很多民众都会以为 一氧化碳中毒跟瓦斯中毒是一样的 因为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都对 其实是差很多的 消防种子教官宣导防灾观念 应用在救灾现场 慈悲科技是关键 去救那里看到他们都是躺在那个地上 不会床 折叠的床我觉得真的蛮人性的 真的很大的时候 能研发出这种东西真的很感动 我看到都好想哭 比较不会那么冷 因为有时候躺地上也都湿湿的 所以要半夜还人形 之前那个817报 我有去救灾的时候就躺过 敷个消防液什么之类就躺了就很舒服了 模组的话可以直接操作 像用油压杆的话也是都是不需要电力的 震灾或需要国外灾区有些地方是没有电力的 没有火都蛮好用的 15分钟解决上百人的伙食问题 消防弟兄姐妹印象深刻 救灾方面排空天啊 行动住房可以帮助他们这些人 热了他们的胃更有体力 再去做救灾的工作 其实真的很不简单 行动脂肪真的很棒 对我们弟兄帮助很多 那我环保做得非常棒 回收素材再制防护用品 资源再循环 有别于以往的方式来去做交流 未来在宣岛上不单单只有救灾救护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连同防灾环保的意识 一起去做一个推广 我们还有慈悲科技馆 地炭生活馆啊 还有那个气候变迁馆 百忙中啊 也是可以来持续走一走 上百人参与救灾经验交流 运用智慧与科技 推动环保与防灾并重 大新闻真善美志工 廖元成 陈永新 中美联高雄报道 日本能登强震过后 各种难题一一浮现 好多上了年纪的受灾民众 身上的药都快要吃完了 索性是由药剂师协会统筹 派出多台的行动药局车 部分车辆已经抵达了 重灾区 株洲市和轮岛市 随车配有专业的药剂师 还带有60种药品 能够就近在当地 及时的配药分装 不让灾后的各种匮乏 危及更多人的生命 能登强震各方持员 日本各地的药剂师协会 特别出动行动药局 为石川县的受灾居民 提供所需药品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灾区 高血压 糖尿病等日常药品短缺 株洲市唯一的一家药局 也受到正在破坏 无法营业 造成民众担忧与不便 车丢とともに薬剤師4人を派遣 铸痛剤や抗生剤など およそ60種類の薬を現地で積み込み 被灾者に提供する予定です 薬局が開けら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があるかと思います 一早被灾者の方に薬を届けることで 安心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行動药局可在灾区各地巡回服務 車輛上均配備有分药及包装的機台 目前已有四台行動药局专車 从靖岡線 三重線和广岛市 前往灾区支援 大愛新闻 綜合編譯 地震発生後 已经半个多月了 大愛採訪团記者深入血水丁就发现 電力的供應差不多恢復了 但還是幾乎全面性的停水 而當地的宗教信仰地標 血水大工 寺院的主体 還有鳥居也都嚴重回損 官員告訴我們的記者 除了眼前的残破 長期還會打擊到當地 爛以為生的養科產業 人口凋零 經濟難以復原 住家屋頂破大洞還在修補 但終於能拎著大包小包回家住 拿出照片回憶當下 家裡物品被震得亂七八糟 牆壁也出現裂縫 所幸屋子結構還算穩定才能回家 但深入街區就會看到 血水丁更多房子 它的不成房型 我們從主要街道走進巷弄裡面 其實大約才五分鐘的路程 已經有看到至少三間房子全倒了 比如這一間 所以現在政府呢 他還在開始勘察這裡的房子狀況 像這種全倒的 他就會貼上紅色的單子 上面寫著危險兩個字 代表完全不能住人 而旁邊這一家呢 則貼的是黃色單子 上面寫的是要注意 意思就是說這房子也是有一點問題 可是還是可以住人的狀態 世代としては3500世代 ある状況の中で 今建物の全開 ペシャンコになった建物っていうのは 約二百数十あるっていう風に 明らかに使えないような建物っていうのは それを合わせると約 町の建物の七割ぐらいが 適産に従事している方 非常に高齢な方が多いです 心配は夏季の事業者がいなくなる っていうことが心配の一つです そうすることで観光遊客にも 非常に影響が マイナスの影響があるっていう 雪水丁是一個靠海的地方 就像我們出海會拜 マ族堡平安 在這裡要出海 也會先來拜雪水大公 不過這個千年神社呢 並不敵這一次地震 包含了部分建物 還有鳥居 都全部倒塌 私は10年以上かかるとも 前回の地震の時は うちらの鳥居で 北陸水一の死脚鳥居で やられました 今もやられましたけど ね その時でやっぱ いくらの鳥居か やっぱあの時1500万やった そうでしょ そんな簡単にいかないですよ 從産業到信仰中心 都在地震之後一系崩潰 政府努力修復 但目前只有電力供應 恢復到九成 水還是幾乎全断 少しずつ水を漏れている 漏水箇所を確認しながら そこを直していく もうそれをひたすら 街全域にやっていくという状況です 1ヶ月2ヶ月3ヶ月 というレベルの仕事になる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上人有辞職 我們說不要舍心求援 那在我們身邊既然有需要的人 那我們能夠幫助到 那我們就要先幫助 那我們要煮午餐的話 那我們每天六點出發 那我們能夠抵達的 可能雪水町是一個極限 現在雪水町有1600多人住在避難所 家園近在眼前卻回不去 外頭天氣冷 心更寒 希望熱食能帶來復衛 也盼生活機能盡早復原 重回日常 打愛新聞 林怡婷 于國威廖玩語 日本報道 日本慈濟志工只有各位數 人少力量大 已經連續一個星期 在雪水町供應熱食午餐了 而這樣的發新 也吸引了NHK電視台 前來採訪報導 付出的志工當中 有兩位精通中華料理的廚師 他們天天絞尽脑汁 為重複性高的食材做變化 好比像是重口味的碼頭豆腐 蓋飯現在也有了別出心裁的改變 又蹲又站又彎腰 不論是靈巧身手還是顏值 都看不出來快要65歲 志工陳正元 料理經驗45年 客難環境裡大顯身手 以前當病的時候 也長的時候 故事不一樣 那個是專門用的 這是客難 那就是本事 連續一星期 熱食發放 食材選擇有限 豆腐幾乎天天出現 如何變化口味 考驗專業 第七天 冥王新交流會館 搬出麻婆豆腐 煮法再升級 木耳 還有毛豆 然後給它燉 這些蔬菜是 第一個又好看 然後又好消化 番茄它有一點酸味 就是會吃肉會更順 原來的 好香喔 等一下放麻油 傳統的麻油豆的話 味道是濃厚啦 但是這裡是災區 所以說我稍微調 輕幹的口味 讓它減少這個緣分的攝取 然後也減少他們喝水 上廁所的次數 第二批志工有兩位大廚分別為兩個發放點掌廚 另一位紅金燉 專長也是中華料理 15年前開始參與慈濟活動 去年底完成受證 隨即死去工作 雖然我的公司是炒菜 但難免也會碰到 貝類的是活得完 像阿薩利 就活得完 因為跟上年有約嘛 自己約有約 自己找店開店 那你是想開速的店嗎 有這個想法 預計連發17天熱食的行動 也吸引到當地媒體注意 18號NHK團隊來到現場採訪 想了解發放姻緣和志工處罰心 一直很驚嘆 然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而且他們知道說 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六個人在做 然後要做這麼多事情 他也是一直不斷地一直鞠躬 跟我們說謝謝 慈善足跡登上國際版面 志工又精又喜 也讓這份奉獻的心更加堅定 大愛新聞 林怡婷 于國威 廖丸語 日本報導 下段新聞還要與您分享 上人行腳台中 今天是到了清水靜思堂 與志工區歡喜相聚 現場好像提前過年了 休息一下再回到新聞現場 我的阿嬤有一輛小車 每天早上不到六點 就開往不同的家 阿嬤是福天志工幹事 負責維持桃園禁思堂一樓的環境整潔 雖然他們只是拖地打掃 看起來十分簡單 卻讓人任何時候走進來 都感覺到舒服 都感覺到舒服 乾淨 做福田比較有功德一下啦 阿飛向給家裡的人健康啦 平安啦 平安啦 小孩大小 大家平安啦 這件簡單的事 阿嬤十幾年來都始終如一 她的自律讓我欽佩 當初她搬來桃園 就是為了照顧剛出生的我 後來我上學了 媽媽鼓勵她出來做志工 於是 阿嬤從小家開始照顧大家 阿嬤做完福田志工 就開著小車去買菜 然後回家料理我們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顧得好好的 買名跟饒舌拿回來 除此之外 阿嬤還有第三個家 就是福氣環保站 你要接這裡 你過來 環保站以前在健私塁的 戶外停車場 幾年前驚人抗議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雖然這讓環保之工出路變得很辛苦 但為了地球這個家 他們不此老苦為大家積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嬤 王王寶珠 今年八十一歲 雖然她說自己沒做什麼 但是一輩子用心照顧每個家 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 你說對嗎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上人醒腳今天台中市政府團隊 一大早就到了台中金斯藤 感恩慈濟過往給予的協助 政府民間通力合作 為環保慈善教育醫療來努力 力量加成給愛就更全面了 土耳其強震 慈濟和台中市政府攜手共善 市政府廣場 108個愛心攤位 不論老幼貧 發揮愛心 一起送愛到土耳其 感謝我們慈濟 各位好朋友給我們的協助 不管在社會的慈善工作 公益工作或者是醫療照護工作 市民朋友得到很多的一個幫忙跟照顧 上人行腳台中 台中市政府團隊 特地來拜訪上人 環保局長分享 歐盟主辦國際城市夥伴計劃 台中市和義大利的普拉托市 配對交流 市府安排 其中一個參訪點是台中金斯堂 他的專長是羊毛再回收再利用 一次他們來這邊參訪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們在做的 其實只有我們慈濟的一小部分 他們看到我們那一條龍真的特別的驚訝 不管是環保慈善教育醫療等各個面向 志工和公共部門以愛為出發點 攜手合作彼此感恩 人生總是有情 這份情我們要互相 互相彼此無情 就是菩薩有情 所以得慌就會民眾得到慌 上人感恩大家用心用愛 共同維護地方的平安 大愛新聞黃子凌奧昂光輝台中報導 上人的行程滿檔 緊接著就到了清水禁思堂 與志工群歡喜相聚 大家有的人帶了自己種的有機蔬菜 還端出了古早味甜點 甚至還有令草編這種懷舊的文創藝術品 現場的氣氛非常的熱烈又溫馨 就像提前過年一樣 手拿喜氣春聯長者們眼神熱切 髮青歡喜圍繞著迎接上人到來 懷舊市集濃濃的古早味 台中清水是上人的出生地 早期小鎮婦女憑藉著編織令草 一雙手撐起一片天 小鎮婦女憑藝 這是新年的新作品 小鎮象征心靈富足而有餘 編織出傳統文化的價值 也串起互助情誼 人源四源 人源四源 長逃貝最新的這種 好濕喔 師徒溫馨相見 上人音音叮嚀 温馨又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众人依依不舍祝福上人法体安康 下次再回清水进司堂 大爱新闻国内明星宏杨俊廷台中报道 马来西亚如佛珠疙瘩丁迪接连的大雨 在低洼的社区里头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志工群第一时间就前往勘灾 也为受灾居民送上了热食还有打扫的器具 而在大水逐渐退去之后 也亲自为了年长或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 清扫家园 原本的马路这会儿全成了水路 居民外出造成极大不便 2024年一开春 南马柔佛州疙瘩丁迪就因连绵大雨 造成多个地瓦地区发生水灾 水中央来本来讲说很严重 对对对 他一天下雨晚上下到早上 到一点就看到他的水一路上了 一路上差不多半程这样我就快快就叫朋友在我去 那个很多了 第一天那边去了 那边就有很多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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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严重更方便打扫家园 那边就有很多东西了 不可以用检测 但是不可以用检测 那边就要用检测 那边就用检测 所以这边有检测 那边有检测 不可以用检测 但是不可以用检测 一起照顾户打扫家园 水災过后 我两个老人家没有办法 尤其一般他们的人来帮忙我 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很感恩啊 我不懂形容 我总是冷静的温暖 没有人家来帮忙 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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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災后的彷徨无助 志工及时送上关怀与援助 温暖了受灾居民的心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徐佛寺 吴福龙 王冠凤 庄丽经 马来西亚报道 人类一直没有放弃移民火星的梦想 最新是由欧洲太空总署派出的飞行船发现了 在火星赤道的地表下 存在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冰层 而它的含水量与地球上的红海差不多 水是大生命 更能够根据无数的生命 也让科学家对于前进火星 是更具有信心了 火星有如荒地般的表面下 发现有大量的冰层 而且位置是在火星的赤道 欧洲太空总署 2003年发射深空的探测太空船 火星特快车号 早就发现这个地点有沉积物 但不清楚是有什么构成的 今年新公布的数据 证实这是巨大的冰水沉积物 厚度有3.7公里 若全部融化 可能会淹没整个火星 形成约2公尺深的积水 这是一个证明的 有多少水平的水沉积物 有多少公里的水沉积物 有多少公里的水沉积物 是让人兴奋 但有一点让人非常遗憾 就是在地里深处 需要钻探才能到达 但是如果是300米之下 那并不太帮助 未来人类是否能移居火星 看似越来越有希望 但也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 大爱新闻李渔芳编译 喝完的饮料铝罐在台湾 就是回收后进入处理厂 加工还能够再制成铝门窗 等各种东西 而在奈其利亚有这么一位艺术家 他非常地注重环保 专门收集好多的废弃铝罐 创作出工艺精细的肖像画 已经寻回多国演出了 希望把爱地球的理念传出去 捡起废弃的饮料罐 回收后一一清洗干净 他是奈其利亚的环保艺术家 把小时候编草席的记忆 应用在铝罐艺术创作上 选出适合的色块 裁剪成所需的材料 就能打造出惊人的肖像画 不管是红色的可乐罐 还是橘色的芬达 在艺术家的桥手下都成为 衣服服风格独特的美丽画作 用铁丝在背面将画作一一绑牢 一件艺术品需要200到1000个旅罐才能完成 接下来是装框准备举办下一场艺术展 艺术家说至今他已举行过30多场展览 获颁许多奖项 繁保创作的理念也颇获买家认同 最高层销售出一幅1000美元的高价 用星星编织成头冠 就连一开罐的瓶盖也剪裁作为项链的吊饰 不尽其用 艺术家说不了解他的人都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天天到处挖垃圾 甚至在水沟里拾荒 其实他只是不忍心看到 还有无限可能的铝罐变成废弃物 接下来他将前往英国伦敦参展 用实践环保精神的进攻作品 让更多人看见如何用编织技巧 让废语万重获新生 大爱新闻 吴贵真编译 接着共同来关心今天下午过后 各地的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今天除了双北市是晴时多云 其他都是英时多云短暂雨 气温落在17到22度之间 中部地区云林嘉义 今天晴时多云 气温在17到23度之间 南部地区今天多云时晴 高温上看2425度 至于在东部地区气温落在18到22度 离岛今天也是英时短暂雨 气温13到20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 草山春辉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